会议周博文 关美国时政 这里是读解美国头条 我是小小 继不久前曝光的倒置国旗的消息后 采访和照片显示 大法官阿利托在新泽西州的一处度假屋 还曾出现另一面带有挑衅意味的旗帜 这是一面向天堂请愿旗帜 在2021年国会暴乱事件中曾被暴徒使用 正面旗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独立战争时期 现在是支持特朗普的一个象征 信息显示 2023年7月和9月 阿利托位于长滩岛的家中悬挂着一面这样的旗帜 8月下旬的谷歌街景图像也能看到正面旗帜 加州大学路山基分校校园警局局长托马斯 已被暂时调任 此前该校一处支持巴勒斯坦的营地遭到长达数小时的暴力袭击 而在这期间安全人员没有对此进行干预 暴力事件发生在4月30日 有人被棍棒殴打 有人投掷物品 还有人向空中喷洒化学物质 托马斯为自己的行为进行了辩护 表示他当时很快就给洛杉矶警局打了电话 但是警方到场后并没有立即介入 政治顾问史蒂夫·克拉默承认自己是一个模仿总统拜登声音的自动语音电话的幕后主使 他在新罕布什尔州被起诉 面临五项指控 在今年1月新罕布什尔州的总统初选之前 他向数千名选民发出了利用人工智能伪造拜登声音的自动语音电话 告诉选民待在家中 把选票保存到11月的纳选 这通电话促使联邦通信委员会出台一项新规 禁止来路不明的AI自动电话 密歇根州卫生与公众服务厅22日表示 发现全美第二起人类感染与牛奶有关其流感的病例 该卫生机构表示被感染的是一名农场工人 经常接触受感染的牲畜 不过这名患者的症状很轻微 目前已经康复 联邦疾控中心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这名男子接触受感染的奶牛后 从他的鼻腔中提取的样本成阴性 希里西官员表示 这降低了该病毒可能通过呼吸感染的可能性 天纳西州一名法官周三阻止了摇滚月传奇 巨星猫王故居 雅元的抵押期满拍卖 法官表示此举更符合公众的最大利益 这名希尔比县平衡法院的法官还表示 猫王的外孙女科奥如果有证据支持自己的声明 她有可能会获胜 科奥坚称这场拍卖是一场骗局 源自一名债权人虚假主张对雅元的权利 好了以上就是读解美国头条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